說您是上海人 有沒有私房推薦的打卡景點 或者是必吃的美食呢 如果今天讓我在這邊推薦的話呢 我一定會推薦一道 就是說大家回去馬上就可以嘗試的美食 就是泡飯 自己DIY就可以了 對 為什麼 因為泡飯非常簡單 就是你把昨天晚上吃剩下的米飯 然後第二天拿開水泡一泡就好了 這個是我們小時候就是在家裡面最常見到的早餐 然後再配點小菜 而且我覺得就是人的五感 視覺 味覺 嗅覺 觸覺 無感 其實和你的情感和你的記憶是緊密相連的 這個如果回到我們的表演上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以前在學校裡學斯泰尼 就是我們去感知角色去塑造角色的時候 我們都是說由內而外去塑造角色 先找到這個內心的依據 但後來我發現很多記憶中的那些情感 那些情緒都是和你的感官相連的 就比方說我要找一個童年中的某一種情緒的時候 有可能在某個時刻是一種味道 或者說是一種聲音刺激到我 唱歌的那一種很難聽的 三種語道 就在四種語道 可能有些人 很難聽在那邊 將來率遇到我的表演 下去也能凍結